哈嘍 哈嘍 有人了嗎 哈嘍 感覺都很尷尬 嗨 嗨 孫芳芳 哇一下就 很多人突然進來 哈嘍 哈嘍佩華 對我今天先開場 因為他們 還在換衣服 其實也沒有他們 今天可能就是 卡斯還是一樣比較少一點 就是我跟可瑜這樣 固定番底 對 我知道有人想看休閒感牛仔洋裝 就是我現在這件 因為聽說這件 就是大家 不知道怕 不知道怕 不知道 不知道 穿起來怎麼樣 所以我想說 就先以這套去開場 這樣 好亮喔 我剛剛調好光 我覺得算是 還不錯的光線 但是如果太近的話 那個毛孔會 炸線 嗨 有人也想看這個 牛仔洋裝嗎 其實我這件 我自己也覺得蠻可愛的 就是我也不敢下手 我也還沒 我也還沒穿過 但是我剛剛穿過 就是我現在身上穿的 然後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穿的感覺 對 因為我這件上 呃 拍攝的那天開始之後 我就覺得 哇這件好像很可愛 因為它是裙子 而且這件上架的那天 蠻多人在看 沒錯 所以我就想說先穿這套 給大家開場 嗨 有一點太亮 我沒有辦法站在那邊 看那個留言 這樣子勒 這樣可以嗎 亮一點 黃光 白光 沒關係你 很想講 這是我們這個美肌的 很厲害的地方 我用手機看 這個是蠻亮的 你等一下站在這邊你就知道 我剛剛一直站在這邊挑啊 嗨 嗨 大家 大家 有想看什麼嗎 可以先點餐 如果我們剛好 點這 挑到衣服了好 我想說先開始 手臂肉肉可以穿嗎 手臂肉肉 看你敢 敢不敢穿啊 因為畢竟都是短袖啊 如果是不乳的的話 它這邊是會摺住的 跟你說 這件 因為它開叉 比較低 所以要搭小可愛喔 而且它後面這邊 就是動的時候 可能會透到裡面 對我現在 因為我們要穿 漂亮的小可愛 就可以去我們的 Darling Me的 系列那邊 去看一下 很多很漂亮的小可愛 偷偷置入達人 對先脫 那你開始介紹這件 好 那我先開始介紹 好 OK 我覺得呢 因為 因為我自己不太敢穿 連身的牛仔 系列 比如說 牛仔吊帶褲啊 或是牛仔 連身短褲這種 反正是連 連身的上下 就是牛仔 我不太敢穿 但是只要是牛仔裙 我覺得我就可以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吊帶裙 或是牛仔連身裙 可是你覺得裙子比較輕便吧 對 因為我覺得好像吊帶褲 我穿會 就穿起來好像 很像屁孩 我啦 我說我啦 而且我個性 有時候也蠻像屁孩 所以就覺得 穿起來就很奇怪 反正重點 反正重點就是 我覺得牛仔裙 是 如果你是不敢駕馭 跟我一樣 可能有一點 心病的 不敢駕馭 連身 吊帶褲 或是吊帶短褲的話 就可以先選擇 仰裝這樣子 然後 這款的面料啊 我覺得 它是算 算是挺的 挺版的 就是 是有點硬硬 就是挺的感覺 嗯 沒錯 是挺的感覺 帽子已經在架上了 已經上架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會太厚耶 因為我剛剛有摸了一下 因為通常牛仔會讓人感覺比較悶熱 有人會怕這樣穿 一整身牛仔會不會很熱 我覺得 它算是適中的厚度 就是它不是會很熱很熱 而且因為腋下的地方 就是 很廣 所以不會腋下 積很多塊 再說一次喔 腋下 因為它開比較開 所以這款也要內大小可愛 就是你可以直接穿BRA-T 就是不用再穿內衣 就直接穿BRA-T 這樣子也可以 然後 我自己肩膀是比較平 比較寬一點點 所以 如果 如果你們肩膀有跟我一樣寬 欸我是幾公分啊 欸會沒有 算太遠了 30 好像是38 我記得 有這麼寬嗎 有有有有 我是肩寬是38公分 所以如果你們 跟我肩寬是差不多的話 就是可以參考我穿起來的感覺 其實也沒有到很爽 就是 是可能會比平常人 在稍微 在飛一點嘛 但是我覺得 基本上 我也是不太敢穿寬 就是寬鬆 寬鬆 但是這款我穿起來 就是感覺是覺得還好 就是看起來蠻 蠻休閒的 我覺得長度 你穿也蠻剛好的耶 好 長度的話 就是 剛剛有人問 我身高是158公分 然後長度就是到 露出腳踝的位置 大概是這樣 然後因為它的腰圍啊 其實它是做寬的鬆緊帶 所以你可以就是這樣 往上拉 然後再這樣 很自然的垂下 像這樣 就是 就是它是有做腰身的 是彈性的喔 是彈性的 然後是因為 我覺得它這個做的是寬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有壓迫到肚子 但是它 會很緊嗎 但是它沒有到很緊 它就是適中 就是可能吃飽飯 這樣會有一點壓迫 因為它又是寬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在選勾上 可能要助理一下 但是 但是基本上 我覺得現在是 就是穿起來是 就是 沒有到很不舒服啦 就是正常這樣 對就是正常 好 然後 我來看一下 它的顏色啊 是算是淺 偏淺 淺色系的牛仔 鏡頭上 鏡頭上好像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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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一點點 但是它算是淺 還是以官網為主 嗯 不要往上拉 比較好看 那我這樣正常 但是它好像會 喔不會 它不會自己往上跑啦 就正常 它就正常 後面沒有東西 素色的 所以大概是 它有口袋 兩側有口袋 所以就是 就是很休閒的一個款式啊 你就是直接套上去 然後就可以 去出門 出門 出門去了 是不是 有點 燒 這件 看不出來對不對 看官網就覺得還好 嗯 看一下留言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有人說批邊欸 好酷喔 呵呵 洋裝是有口袋 沒錯 帽子已經在架上囉 應該是還有 我記得 大家可以去選這帽子 就是我覺得這樣 官網好像也是這樣子配 就是 剛好是藍色的 藍色的這樣子 好 然後它是 這邊有做抽墟的 這邊有抽墟 它的下擺也有做抽墟 它下擺也有做抽墟 所以 它是沒有內裡的喔 就是 因為也不怕痛嘛 然後沒有內裡 就剛好 不用怕會 就是 黏肌膚 所以我覺得還好 轉一圈給大家看 背面 我現在沒有穿小可愛 所以 就這樣 是不會到 很胖 就是 就是 因為它有做腰身 所以就 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顯寬吧 A字裙 A字裙的剪裁 好 那我先去換下一件 然後 好 好 那我先去換下一件 我怕我太紫會嚇到大家 這件 這一件我已經三個顏色都穿過了 怎麼這樣 對啊 我也覺得Peggy調的很亮 她眼睛很好欸 我覺得眼睛好痛 等一下 Ruby Ruby回來了 等一下 我調一下光 好好看喔 對啊 這件很可愛欸 綁帶的那件對不對 對 這一件我小雜誌裡面穿灰色 然後 假日的時候 假日跟今天上班都穿黑色 然後我剛剛就想說 欸你今天穿黑色是這件喔 上班 對 然後我想說這樣我好像兩個顏色都穿過 所以我現在換成 換成紫色的 可是 這樣你很喜歡這一件欸 我就想說會不會太 你三色都喜歡 我很喜歡這一件 很喜歡這一件欸 因為我覺得它很涼 因為現在你也知道天氣很熱 然後它很涼 然後又只要穿一件 可是卻又很有造型 你只要 戴一個什麼 耳環 或項鍊 就會很有造型 然後它看起來很像 兩件 就是 它是 它其實是一件 它是羊毛套上去 然後這邊 這一片 欸 有點怕會走光 示範給大家看 它這一片打開就是 就是裡面 就是腿 它這邊打開 穿上去之後 這邊 可以在腰肩膀一個結 大家都說可瑜好直喔 對啊 那其實我頭髮已經越來越不直了欸 這樣看滿像黑塔的啊 這樣子 就可以出門囉 然後因為這樣綁 這樣子這邊綁 所以這邊又會有一點腰肅 你要經過嗎 等一下 故意經 假裝 嗨 你們介紹到了 小牙要去開會了 小牙要去開會了 對 我今天也是有穿那個 對日常 好像是這禮拜的那一件 所以我覺得穿起來滿瘦的耶 很瘦耶 很瘦耶 你好像也可以穿 因為它是有彈性的布料 對 有彈性的布料 然後 我覺得它穿起來 就是 其實側面看是有點 肚子 有點肚子 但是正面看的時候是 滿A的 就是 把肉收進去 腿很細的感覺 很細的 很細的 然後 我就搭了那個AA的大T恤 這樣好日常喔 對 一個很日常的感覺 對 好 拜拜 好然後我繼續 然後 剛剛有人問是澎秀嗎 沒有錯 它這邊是做 澎澎秀 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覺得很簡單 但是也是穿一件 出門就可以很好看 然後你再變一個 亮眼 如果你穿黑色或灰色的話 你就可以再配一個 亮色系的包包 而且我覺得今年很 我這樣是不是又很像胡人啊 可是這個顏色 紫色比較淺 我覺得今年很流行 就是簡單的傳達 但一定要配上 亮色系的包包 對 而且一定要寬帶 這個包包 很多很多很多人問 它終於 要上了 要在明天上了喔 明天會有一個 特別的企劃 有人已經有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包包會有什麼顏色呢 好像會有 三個 三個顏色 三個顏色 我自己最喜歡黃色 然後 明天會有一個特別企劃 有人 有先猜到是什麼 特別企劃嗎 我覺得大家會不會猜到 猜到的話我就嚇一跳 猜到就真的是 很厲害啊 猜到就是很厲害 可是之前我也覺得 怎麼會有人猜對 可是都會有人猜對啊 Lily不是 不是Lily Lily一個月左右一次 Lily不是 欸 但是這個月的 還沒有那麼快 Lily 不是Lily 不是Lily 是跟 跟我有一些關係 Lily好像不會這麼早上 就是不會在 Lily好像越中到越 對對對 是什麼企劃 就是 不是韓系 是什麼企劃 是之前有上過 然後大家很喜歡 跟吃的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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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限定不是 好久沒有午餐 聽到午餐限定這個詞了 我們現在忙到 沒有時間做午餐限定 運動鞋 不是 跟吃的有關 跟吃的 跟這樣 有關 大家好 我們是 等一下 我有看到有人有說 對 哇 明天有大家最喜歡的 Crispy Cream 大家好我們是 大家好我們是 我先透露到這邊 我要去換下一套 好 答對了就是KK 答對可以怎樣嗎 沒有怎樣 沒有怎樣 就是你很厲害 對就是很厲害 好 對對對大家瘋狂的留言 甜甜圈 然後等一下可瑜會 這晚一點啊 可瑜會示範 大概曝光 對 一些些這樣子 一些些 然後 Crispy Cream也是 Ruby Ruby跟可瑜的 一個小作品 小企劃 好 然後 好 項鍊之後會有 項鍊 剛剛可瑜戴的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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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今天穿的 欸我覺得這件很可愛 我也覺得這件很可愛 喜歡它的背面 大家知道這件是哪一件嗎 喔 直接扣進來 我覺得這件真的很可愛 而且才390 才390 這件才390 而且重點是 390 再加這個 這件裙子才490 哇 欸很滑欸 超漂亮 對啊 我覺得這一套可以 對 然後好 好我先來 我先來介紹一下 上衣 那個無袖上衣 我現在穿的是 綠色的格子 格紋 它是很細的格子 之前好幾個禮拜前 我們都是做的比較寬的 稍微有比較寬的一些 比較浪一點吧 然後像這款我就覺得 又我喜歡 比較包 比較貼 然後又剛好又是桑林 應該說它做的比較高 可能跟前幾件來說比較高 是比較安全 對 然後它的邊邊的肩帶 也沒有到這麼的寬 對 然後有人 剛剛Cindy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背後的肩帶 沒錯 很可愛 很可愛 杜比你幫我挑一下這個 對 藏起來 很可愛 看不出來有綠 因為現在燈光 但它這個是 有點草綠色的這種 像是 也不太 鬆綠 不是墨綠 也不是 眼睛好亮 鬆綠色 你剛剛看超亮的 對阿 我剛剛看了一點 這個 它的背面超可愛的 它的背面是 可以調整的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 就是長度去調 對 但這個就是最緊 但你可以把它調鬆一點 因為我現在是膽純 所以我會把它調到最緊 因為我不想要讓我的露出來 副這邊太多 但是呢如果大家想要 當成外搭 譬如說 裡面你想再加個 T-Shirt之類的 緊身的T-Shirt 那有些T-Shirt 它可能就是做落肩的款式 譬如說它這邊 袖子就會做很大 哦 你可以調這麼緊的話 就會卡到 所以 如果你是想要外搭 當外搭這件的話 你就可以調到最鬆 它這邊還有幾個個扣 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 你可以調到最鬆的這邊 讓它的意下下降 所以你如果去當成外搭 就不會那麼緊了 對 就是 這樣很方便 對 這樣子就是你可以當 其實其實蠻多人喜歡 擺 譬如說白T配這個 呃 配格子的照 小可彈 Peggy現在可能沒辦法示範 挑到最鬆 我可能直接下降 直接曝光 對 但是如果等一下有時間 我會看一看可不可以 裙子很包臀嗎 好 你好像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裙子很包臀嗎 這樣算蠻包的 我覺得算蠻包的 而且它好像不會讓 就是有些裙子好像會很顯扁屁股 嗯 但這個是稍微會有一點點有弧度的 因為可能它有彈性 它是有彈性 嗯 就是不會讓你的屁股整個很壓的感覺 會讓你會有一個 你們最近出了蠻多款的白裙 然後這款就是算是全素的 就是完全沒有車線的設 就是沒有車線配色 就是簡單的 對 但是它這邊有做一個小設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它的下面是做一個 閃電的剪裁 喔有有有 在這邊 在這邊 這樣子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剪裁這樣 它是有做一個小心機的 車線的剪裁 很像褲子 但是就是 它是裙子這樣 就是它是裙子啊 對 然後就是 如果比較 就是 比較好搭 欸對 算是比較好搭 因為它是全白色的 對 白搭 然後我穿起來的話 我是穿S號 然後 穿 目前穿著的感覺是 就是 是剛剛好的 對 Peki穿S號喔 這樣不會太鬆啊 就是四肢 舒服的 對舒服的 對因為它有彈性 所以你可以 就是蠻包覆 就是覺得OK 就是有點鬆 但又不會掉下來這樣 對然後因為它又可以 感覺有提臀的感覺 而且背面有那個兩條 那個袋子好可愛喔 哪裡有兩條 就是那個啊 不知道 對啊很可愛耶 想看背心拉甩的樣子 它好像也是做廣板 喔它好像 它沒有很長 對 但是 為了求高比例 而且它 也搭進去 而且它側邊還有小開叉 這邊有做開叉 對 很可愛 我覺得這個背心 這個葛文背心好像是一定要 必修 因為它算是蠻有造型的吧 對 我覺得買的算蠻值得的 對 好像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出一個 必修的背心 就是算是有設計款的 而且我覺得 芳寧真的是 真的是比較顯瘦 超愛芳寧 真的 芳寧真的是 而且芳寧就是有一種 穿 穿了都回不去的那種感覺 是不是 很顯瘦 然後我覺得 對啦 裙子裡就是一起買吧 對 Peki說喔這一套 一張小朋友 就可以買到了 一張小朋友 就可以買到了 可依現在是要介紹它的寶石噴霧嗎 行銷人又來了 帽子是搭配而已喔 帽子是搭配 看一下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這是什麼 梨花 應該是說那個屁股可能下 下這邊比較 這樣大的 她穿的是誰 裙子很好看 裙子不會透 裏面穿淺色嗎還是 應該是不會透 還是 還要投開始啊 對 沒有我穿正常的 那算不會透 因為現在好像看不太出來 她是 我看一下 但是我覺得 其實女生只要安全起見 就是如果白色的話 建議都是穿淺色的 應該算是不會透 因為現在目前 如果我買綠色衣服 穿進去的話 目前是看不出來 對阿應該是還好 因為她沒有到薄到就是 會很透 會很透 對她算是適中的透 但是還是建議大家穿白色 一定都要穿淺色 對阿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Darlingme的系列 這什麼東西 好 不要自己幫自己打廣告 她建議一打兩次打零零 三一有三色 我記得還有咖啡色 還有黑色 還有黑色 對 白裙好看 白裙 白裙我也覺得不錯 好啦 等一下請去拍一個穿搭 這樣 好 我站著這些穿 去拍穿搭唄 交完照片再脫掉 蛤 要先拍穿搭 可是我鞋子在那兒 Sorry 她等會再穿 沒關係阿 沒關係阿 嗨 我現在要做一個大突破的事情 妳要幹嘛 就是我沒有在 我其實平常是不穿無袖的衣服的 喔對阿 然後我是私下也不會穿 然後在鏡頭前面更不可能穿 但是我今天要來穿一下 我現在有一點小緊張 因為畢竟妳也知道我比較胖 這是這裡面賣很好的這個木耳羊 我自己稱呼她會木耳羊 應該是說 小楊四星最愛穿 對 第一名 好緊張喔 第一 妳現在是要脫掉了意思嗎 對啊 我要脫掉了 我不會以為妳要這樣穿著欸 沒有 因為這樣大家就看不到阿 哇 我先前情提要一下 我的手臂是我全身 欸等一下我穿上手臂 全身最胖的地方 我的手臂大概有這麼粗吧 可是因為夏天的時候很熱阿 我就這一次我就想說 我總不可能永遠都穿短袖的洋裝吧 我也是要做一些無袖的洋裝吧 然後就在所有的無袖裡面我想出了一個 想出了一個最那個的辦法就是幫她做了一個這個的邊 然後去遮我的手臂 我自己覺得穿起來算是我少數一兩件敢穿無袖的洋裝 但是當然我穿起來還是比一般人胖 那是因為我本來就胖 A字中長裙是哪一件阿 然後呢我現在要脫掉了喔 好緊張喔 欸很瘦欸 沒有因為我通常會不能 我不敢穿這麼短的袖子 或是無袖的洋裝 是因為我手臂這邊 沒有辦法給大家看說 因為很粗 可是我覺得這款就是第一個 它的方鈴切這樣子 所以你露出脖子這邊的範圍面積這麼大 所以看起來就會顯瘦 然後再來這邊會把你的手臂 所以大家手臂最粗的地方應該都是這一段吧 就是上手臂這邊 他會把它這樣遮住 我現在真的很緊張欸 超級緊張 你幹嘛 我現在有點不敢動 不自在 這也是因為第一個方鈴 然後再加上這邊 他會把它遮住 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是蠻顯瘦的 而且其實也不會不會卡 真的不會卡 應該是說 它有點像是短袖的概念 但它其實是 很像有點悲喜的 我人生第一次穿五舊洋裝 就獻 奉獻在這個 FV的直播 就是它看起來很像 就是很像短 小短袖的感覺 緊張到有點想要流淚 就是要 你有 沒有 然後再來雖然它是直筒 直筒的剪裁 就是如果現在沒有人 我沒有穿它 放在這邊 它會是這樣子直筒 可是 就是 因為大家的身體都是有肉的嘛 所以你的肉啊 這邊撐起來之後 它其實看起來是有一點醬子 看起來是有一點醬子的 就是 肉把它撐起來之後 看起來就不會那麼吃痛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顯瘦的 然後剛剛Molly也跟我說 背面很瘦 但我自己看不到背面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可能要大家幫我看一下 你要幫我看一下嗎 如果 我看 還好吧 還好啊 然後它背面也是方菱 我真的覺得還好 因為 其實你跟妳講 你轉過去我跟大家說 它 你看它那個有一個這樣子 有一個很像方菱的概念 所以它其實把你側邊都 修飾掉了 很像你只有中間那一塊的感覺 真的 我就超級緊張 然後呢這個洋裝 大家都說別手 很手別怕 大家都說別怕 你看這邊真的把手臂最粗的地方 遮住 而且它不是會讓你卡的那一種 然後你這樣動的時候 也不會亂跑 然後還有一個很好的一點就是 它不用穿BRA T 我像是穿一般正常的內衣 肩帶跟後面的 都是不會露出來的 然後它有這個 我身上的磚橘色 是磚黃還是磚橘 然後還有一個奶茶色 白色跟黃色 我覺得都很可愛 然後我覺得最顯白 就是如果你是偏黃的人 我推薦這個磚橘 因為很好看 然後小楊之前 直播的時候也有說過 它這個扣子是假的 就是它不會 它不能打開 所以如果你是原生的女生 也不用怕它 那個扣子的那邊會爆開 因為它不會有這個困擾 它就是假的扣子 我來看一下留言 很顯白 我也覺得很顯白 請問袖子可以收成是一件嗎 應該是沒有辦法 可以請PG穿這件嗎 要問他願不願意 我剛本來問他 要不要跟我一起穿 但他拒絕你 他拒絕我 我哪有啊 我是說我可以之後再穿 因為我剛才沒有穿到 顯瘦我穿S號 我也覺得是顯瘦的 就是因為我人版就是胖的 但是你要去挑選有些衣服 是讓你穿起來沒有那麼胖的 大胸女孩可以穿嗎 看你的胸圍多少 因為我胸圍89 我穿這件的話 是不會壓 就是剛好 大陸能買嗎 天貓好像還沒有上 可能還要再等一下 我們在天貓有旗艦店 我穿很瘦真的嗎 我真的很緊張 我真的 他剛一直在 他緊張到快哭了 沒有 他剛一直在 一直在問我 他穿起來怎麼樣 但是我真的覺得 沒有怎麼樣 不是啊 就是沒事啊 因為他就是一個 我覺得很可愛 最重要是他的 這個袖子 我覺得真的很可愛 因為我真的覺得是修飾的 因為我想要推薦給跟我一樣 就是也是 手臂比較粗的 比較說粗 手臂比較肉的女生 所以因為小楊 他跟我的快擾 因為他直接戴下去 因為小楊的快擾跟我差不多 所以他也是覺得 這件蠻顯瘦的 你是不是真的快哭了 我真的感覺你好快哭了 沒有 我用那個 那個亮亮的 就這樣 感覺要快點快哭了 無辜感 好 換佩基 好 我也是直接緊接了 洋裝系列 佩基今天穿的是 我們今天 就是這禮拜的 形象的 對 形象的紫色的 對 大家第一頁的最上面 沒錯 大家有被嚇到嗎 這件其實很可愛 有被嚇到嗎 但是我跟你說 因為 他是 呃 內裡 他是有附內裡的其實 所以 就是 他的單單可能會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他是全蕾絲 大家如果仔細看的話 對 他其實是有點像 瓜的雷絲 要怎麼講 就是他的 他是一個 每個人都怎麼講 就是他是 他不是一般的布料 他是那種 很精緻 然後很像 一個一個去勾出來 繡出來 那種的感覺 波斯菊 小波斯菊 對 所以他的 我覺得是他的布料上選用的是 比較特殊的 選 全後 全部都是做雷絲 因為雷絲的單價拿就比較貴 對 所以這款算是非常質感的一件洋裝 而且是全 就是質感 手感非常的 扎實 他不是會有刺刺的感覺 他是很軟的那一種 但是是又有一點挺度 對 對 我想說你到底講完美 我跟你 沒有我現在介紹的就是 好我先來介紹一下 他 這個 不會熱 因為他 很多洞 就是很多洞啊 就是我覺得不會熱 你要這樣講 還是因為我們這樣冷氣比較強 但是他算是 算是適中的雷絲 就是厚度是適中的這樣 然後 怎樣 呃 這個 這邊他是有做雷絲 那個什麼 荷葉邊 木耳邊的感覺 木耳邊 就是我到第一次聽到 木耳邊 就是小高嶺的設計 然後他是 三層 一二 喔兩層不好意思 兩層 他都是 聽見這邊都是荷葉邊 是有點做閃擺的感覺 就是比較可愛一點 就是比較甜美可愛一點的感覺 他不是做A字的 也不是做直筒 像剛才可余穿的就是直筒 就是直筒下來這樣子 比較修飾身型 然後這款是算是300 就是比較可愛一點點的感覺 然後我是158公分 現在穿著的話 大概是到這個膝蓋上面 唇頭的一個位子 然後我再給大家騎看一下 耳環是之後的新品喔 也是配紫色的 之後的 大概 大概 再久一點 再久一點 想講什麼喔 沒有我剛剛想說 要講出日期了 對再久一點點 差一點點 然後後面 後面 你幫我看一下 好 後面是 就是水底洞這樣 大的 比較大的水底洞 因為大家可以近看到他那個 細節的材質 是很 應該是做很 比較特殊的 很細緻的 特殊的材質 很細緻的蕾絲這樣子 好像很少看到這種布料 耳環是珍式的 它是珍式的 也是我愛的閃電型 然後有花花的 它是紫色的 但是鏡頭上看起來 有點像藍灰 但是它其實是紫色的 有點淡淡的薰薰草紫 沒錯 薰薰草紫 對 然後我再給你看 看一看 全身 很美欸 還是你要轉一個圈 啊我等一下你戴一個草帽欸 戴一個草帽 這是你的搭配嗎 這沒有什麼搭配 喔 戴一個草帽 哇可愛欸 好可愛欸 你不要可愛是不是 鞋子 鞋子是之後新品喔 就是 可以搭這個平底鞋 好可愛 它的鞋子很有質感 我覺得大家可以買 然後我是推薦 欸這是百格 沒錯百格 之後新品 之後新品 之後再 之後再選購 但是如果有小奶鞋的 先不要買 就是之後買我們家的 在媽媽這家裡 先不要買其他家的 你很會打 你很會做廣告欸 很會做廣告 很會做廣告 173公分喔 可是感覺好像 就是要選M號吧 對 可能要選M號 因為它其實算是我覺得領子 嗯 就是這邊我覺得有一點 緊 有一點 也沒有到不舒服 就是有一點感覺 有一點感覺 在這個地方 可能我肩膀比較 比較 比較寬一點點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 那個 可能要看一下尺寸表 如果比較高一點的 朋友們 就是要選擇M號 辣妹短選 不會吧 我覺得這 173喔 173 158 20公分 哪一個限時 這個 上衣限時 20公分 有可能 有可能 然後看一下 可是說這件上衣限時 特價990 對 洋裝啦 對 限時 它是限時的是不是 所以到明天 早上10點前 這件洋裝就會 恢復原價 對 紫色很可愛 紫色很特別 紫色蕾絲 我跟你講 紫色蕾絲 這種蕾絲啊 通常幾乎都是要用染色的 但我不知道這款是不是欸 它不知道是 原本舊有還是怎樣 但是 這種 比較有質感的 顏色的蕾絲 通常幾乎都是染色 就是需要經過 很繁複的 一直一直 去做工 然後再 去確認顏色 然後最後才會 出來這個顏色 因為一般蕾絲通常都是我們 我們設計衣服 一般的蕾絲通常都是 白色 或是杏色 它不會有其他的 額外的顏色 這樣子 講話很實在 他做購物台 你很喜歡 對 偷偷打廣告 對 沒錯喔 有時候是特別染到 對啊 那就是用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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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這麼簡單 OK 給大家看看內裡 我覺得它內裡的顏色也很可愛 對啊 而且我覺得 它是很小巧之外 就是連內裡都 要選 特別選內裡的紫色 內裡也不會透 對 我剛發現 這件內裡不會透 我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有什麼其他的用途 比如說 什麼意思 當成外搭的用途 還是什麼 我覺得好像穿水衣蠻可愛的 當水衣 因為它的材質算是 滑滑的 蠻舒服的材質 大家想想看還可以怎麼搭 還是可以搭在那個內搭的 比如說 我們現在不知道有些什麼 星星的那種 氣墊帶的洋裝的裡面 你說這個穿在裡面嗎 你說這個穿在裡面嗎 我說這個內裡啦 穿在裡面 喔 它是分開的 它是分開的喔 分開的 是喔 它是裡面有做氣墊帶的 那好像可以那個欸 氣墊帶 它是真的做氣墊帶 可以跟那個蕾絲的 就是紗裙一起搭配 就是大家以後 就是以後可以穿到 就是可以當成另外一個裙子 好 好 好 那我去換下一塊 OK 我已經要先來偷偷那個 曝光了 我現在很像披薩店店員 小偷囉 這個先等一下好了 這樣好像 這樣會不會太像加油站店員 其實等一下 我要先 我要先介紹褲 便宜一點 我要先介紹褲子 這褲子是正敗的 就是也是PS系列的短褲 但是因為它放在第二頁的最後面 所以好像很多人都沒有發現它 你有發現它嗎 它是排扣的牛仔褲 然後我覺得它跟就是其他之前我們出的牛仔褲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之前出比較多A字的 有人說我好外送 我也是覺得有一點 我先把帽子戳掉好了 它都是出比較A字的 然後之前常常會有人說 覺得那個褲管太寬了 所以這次出的這一件是 它的褲管是合的 就是它沒有特別做A字 它就是從上到下降 是一字的 線條的 然後這邊是排扣 然後是深色 我自己覺得算是蠻顯瘦的 就是這種 以這種直的牛仔褲來說 然後它這邊線條是這樣直下去 沒有做 沒有特別做A字褲管 其實韓國蠻喜歡穿這種 整個是貼的的牛仔褲 腳好瘦 是說我嗎 還是說這個褲子 我自己覺得這個褲子 蠻不錯的啊 而且它的那個 牛仔的布料是 就是我覺得不會太薄 然後有微彈性的 然後它這個反折是車固定的 完全 欸我發現我要站這麼遠 它這個反折是車固定的 這邊有車主 所以不能自己挑 然後我現在身上穿的是 M號的 還應該用這樣 我現在身上穿的是M號的 等一下Peggy應該會穿S號的 然後再來我上衣就是 明天 明天的 偷偷先通龍 我們自己 自己Puzzle好像 是不是要放起來 應該是 我們自己Puzzle比較少出這種 比較中性一點 比較男孩風的衣服 Polo 這個Polo的版型 好像目前 我進公司以來還沒有看過 我好像也沒有看過 而且它還有這個小扣子 上面也有兩個顏色 而且韓國好像很流行這種 非常 我這次去韓國真的看了 韓國人很喜歡穿 就是有點像Polo衫 但是休閒 有點像男孩風的衣服 他們很喜歡 很喜歡 這邊是襯衫領的 然後這個條紋就是我們自己開發的布料 然後這件也是 又是KK聯名 然後又是 很舒服 MIT 然後這邊的這個 Glaze 就是 糖霜的意思 也就是Crispy Cream 它最 有名的那個甜甜圈 就是那個 經典口味 褲子高腰嗎 高腰喔 我們現在牛仔褲幾乎都是出高腰 這麼高 看起來腿比較長 這麼高到這 對啊 所以才會腿看起來比較長啊 我在後面上看起來腿是長的嗎 蠻長的吧 大家 大家覺得長嗎 上衣會有兩色 然後 這個 還有這個 Glaze的刺繡之外 下面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我覺得超可愛的 而且它的 它的材質是有一點 就是 有點像灰 灰 就是有點像我們 不是會收緊那個布障 去繞在自己的包包 或是帽子上嗎 它不是整個刺繡 它是貼布袖的那種 再來是我覺得明天必搶 我自己本人要搶兩點 必搶的 你已經準備要搶兩點 對 登登登 是帽子 超可愛 然後這個它繡得超級好 很精美的刺繡 然後它是韓國製造的 就是它是韓國繡的 大家有看到嗎 繡得有多精緻 超細的 三個顏色 三款的上面刺繡的位置 跟字啊各的設計都不一樣 所以是可以三款都包 然後綠色的話是 這邊就是寫crispy cream 然後是粉紅色跟白色 然後 這裡 是 蠻特別的 就是你看帽子這個 後面 這邊 Original Glaze 就是那個 最原味的那個糖霜 的那個甜甜圈 它是在這邊翻選 大家看一下後面好了 看一下後面 背面這樣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當然你可以不要像我這樣穿一整套 就會有點像 外送員 你可以分開穿 那是因為我現在想要一起給大家看 所以我再一起穿 穿了會不會變員工 變員工也蠻可愛的啊 因為韓國很多草牌 它們都是一整套穿起來 就會很像某種店的員工 可是就是很好看啊 然後 要留言什麼 Ruby要留言什麼 就是 分享加留言 包包明天會上架 帽子明天也會上架 我身上的上衣明天會上架 然後跟我身上一樣的 褲子的Peggy穿了S號來 好 無縫街滾街 哇辣妹 S號 M號 S號 M號 對 我一直存掉 沒有我們是這個意思 L號 我的意思是說 對 我們現在在身上穿的 因為這件算合身吧 對我跟妳講喔 這件算 我跟妳講喔 這件算合身寬 對 算是合身寬 因為它的褲感沒有做寬 它是做直的 我現在穿腰的話是剛剛好 對 就是剛剛好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對 只是沒有穿過這種 那種 我現在不太敢穿這種 可是妳穿這樣腿看起來很長耶 我現在都只穿全 因為它可能 這是可雨的爸爸 他可能在這邊有做這個剪裁 然後加反折的感覺 妳就看起來好像 咦? 好像折上去之後 那個大腿被折了一圈上去的感覺 對 我覺得看起來還蠻翹的耶 因為這件我們在當初在 算翹臀吧 對 我們當初在試穿是 要不要加入PS系列的時候 其實我試穿這件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這件穿起來還蠻翹的 就是真的算是蠻翹的 翹臀 我覺得是它褲管的位置 剛好就是卡在大腿的 只是我們如果褲管太下面的話 可能就是會蠻顯大腿 大腿胖 但是它是在 就是做一個辣妹的款式 然後就是卡在大腿上面 而且它是做整個一排的扣子 對啊 排扣 排扣 一二三四四顆 有人問排扣有幾顆是嗎 沒有 沒有啊 我們算給大家看 算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這個問題很精闢耶 排扣有幾顆 高腰的設計 因為我們好像很少做那種排扣的 對啊 比較少 看一下 有什麼問題 想看帽子其他色 欸這個是只有一個顏色 對它是只有一個顏色 然後 我介紹一下上衣好了 就是這件 可能看起來會很熱 但是我覺得 不會 因為它就是完全都是透膚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夏天 又可以穿的很鮮的話 我覺得就是可以選這件 那這個是我的肩帶 而且它裡面不用穿背型耶 因為它在胸前跟 這邊後面是有做內衣的 對就是你其實 只要穿平口的內衣就可以了 就是它這邊是做內衣的 算是蠻貼心的一個設計 這邊 下面就是這邊以下是平內衣 因為如果在上面平的話會太熱 然後就沒有做出那種透膚的感覺 所以如果就是現在有人參加婚禮的話 我覺得就穿這件去還蠻 真的還蠻適合的 然後它這邊啊 扣子都是做珍珠的 好像也可以配長拳 然後跟後面的開洞也是做珍珠的喔 就是如果你們最近有婚禮我覺得蠻適合的 對啊 然後這裡做兩層的荷葉邊我覺得也很可愛 然後它這件很像是 是你的還是誰的 猜猜看是誰的 你他吧 我的 對啊因為這邊還有珍珠可以 看就是黑色 然後這邊又拼了第二層的 另外一款的蕾絲 就是這種點點的 好有小巧思喔 對也是配到這個點點的後褲 而且它對它還有配到那個點點 全部點喔 對 好 好 對 怎麼講 我都可以啊 沒有看見 你們要結束了是不是 差不多了吧 很精緻的一件上衣 沒錯 每次滾門都說我的衣服最毛 因為最多毛 對 佩妮就是 最多毛 好那換 不會是 因為這是雪紡的 它不是蕾絲的 它這個是雪紡的 它是有皺皺 這個點點是它的本身的布料 對它是本身的布料 它是雪紡的 然後 就是它 有點皺皺的 皺皺的布料 有人把你整理出來 Fakie的風格就是點點跟珍珠 我是蝴蝶姐 你是蝴蝶姐 這件原本是要去蝶蝶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太早了 好沒事 好來換下一個 Fakie小便15845 對啦 好 接下來請了一位特別嘉賓 登登登登登 外授摩理 另外一個店員出現 這一個是我個人明天 KK系列裡面最最最喜歡的 也是我最喜歡的 然後它是 謝謝 它是可以 你先去走 它是可以上下分開的 對 然後它很可愛 就是有兩個 標誌 兩個 上下 然後它是 它是做側邊的 有扣子的 它其實是看起來是裙子 但其實是褲子 它裡面是褲子 可以先開 這扣子不能開 它這邊是褲子 是假的 扣子 這一套真的很寒 而且你可以就是 買上衣搭牛仔褲 或者是打開到外套裡面 穿背心也可以 然後裙子搭自己的T恤 素T也可以 然後你可以 明天上架的時候 可以分開買 也可以一起買 然後一起買 有優惠的組合架 噢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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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可以一起買 也可以分開買的 對 那你買一整套回去 也可以分開搭 不一定要這樣一起搭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樣 太有負擔的話 不會啊 我覺得這樣一整套 才完整啊 然後帶來這個材質 要講 這個布是從韓國 韓國空運來台灣 是韓國的布料然後又是在台灣製造 所以它成本真的是蠻高的 真的很高欸 是蠻費工的那個 就是我那個時候因為我太喜歡這個條紋 因為我沒有在其他的地方有看過有這個配色的條紋 所以我就說我真的很想要用這個條紋 然後就好像就說好啊那沒關係 我們就從韓國賣回來 然後在台灣製作 它是天然色配咖啡色 沒有它是有點暗紅其實 喔它是暗紅紅色 是很特別很特別的條紋 對 然後它是這個天氣窗也不會熱的那種布 算薄啦 算薄 它其實上衣也可以當就是外照式 就是如果大家T恤 下身是伸縮還是固定 下身它是固定的 它是拉鍊的吧我沒有記錯 它這邊有一個隱形拉鍊 它是側身這邊有一個很隱形 你可能要退後一步 很隱形很隱形的拉鍊在這邊 所以尺寸是固定的喔 大家可以先看尺寸表再買 對 然後這個布料我覺得它蠻神奇的地方是 它其實不太會皺你知道嗎 對啊 因為雅潔把它帶去海邊拍 然後然後再放到包包裡 然後我今天再把它拿出來 沒有燙就是這樣子 真的喔 對啊算是蠻 好像可以不用買掛燙機的家人 朋友可以就是買這一套 像我家人沒有掛燙機 我的這個帽子也是 它帽子是側邊 它是這邊側邊 而且它這個刺繡是凸繡 就是 就是 對不對是凸的 對是立體的 我覺得 這個也是工 對 工很細 這個是 很精緻 凸繡 就是它是 看它是有 再講一次 它是立體的喔 它是立體的喔 用摸的喔 然後它前面都是很刺繡的 就是比較低調 對這款蠻 你看一下正面 正面是素的 我覺得蠻低調的 跟這個是高調 這個是高調 這個是高調 而且這個綠色也是蠻高調的 對 高調跟低調 綠色的畫面還有這個 有介紹蠻可愛的 有 然後再來剛剛 因為有人說想要看帽子的全部顏色 所以我就拿過來 再來第三個顏色是 另外一個 卡奇的 大棒 然後我說這次選的帽型是老帽 然後再配上這三個顏色 我覺得很有美式復古的感覺 再配上這些衣服 蠻有美式復古的感覺 我們看起來還好寒喔 我 MOLI MOLI跟他真的蠻可愛的 然後 這一個的話就是比較 比較 看一下衣場 58公分 衣場是可以 MOLI比較小隻啦 我穿應該是剛好蓋到肚臍的長度 卡奇的話就是比較經典的 就是圓形的KK LOGO在正中間 然後後面的這個也在正後髮 然後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他真的秀的 很精緻 非常精緻 因為是Made in Korea的 我好像在介紹我的那個 人生的那個 專題報告還是什麼 之類的感覺 每天KK的好像 曝光的差不多了吧 還有這個T-shirt 這個T-shirt 最特別的地方是在他的背面 背面有這個很可愛的 很美式的圖案 這個是很久以前的KK在美國的店的照片 而且他上面是各國的語言的 DONUTS 大家念得出來嗎? MANKETJA 什麼啊我亂講 我只會 DONUTS 然後 DONUTS 這是韓文 我只會這樣 對啊 右上角那個有 那我不知道是什麼文 DONUTS 你不要亂唸 你不要亂唸 然後這個KONG你可以寫你自己的名字上去 然後今天的直播 今天的直播分享加留言 分享加留言嗎? 對 是SON 黑褲 黑褲 三名喔 大家最喜歡的黑褲 這件T-好看 這件T-就是也是屬於你想要穿臉名 但你又不敢像這樣 這麼高調的話你就穿這一件 前面的LOGO很小 然後後面其實人家 乍看也不知道是K-而且我記得他有一個 白白白粉粉粉的感覺的 顏色 這樣就很可愛 對啊 背後都會是在 嗯 Q 再給大家看最後一次帽子 我們的直播就要結束囉 好 就是明天請鎖定關網 明天帽子必搶吧 10點 10點見喔 大家應該知道上次KK很快就賣光網 他一上架就賣光 所以 如果想要 沒錯 這個 KK基本上都是一上架都賣光 帽子的話真的是要準時 因為我自己也是打算準時就要搶帽子 對 還有這個 因為我很怕會賣光 好 好 必搶 那今天就這樣 必搶 我們要拜拜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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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